英国王室里爆炸性的消息很多 尤其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 几乎呈现出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不断爆料 让王室成员们都瑟瑟发抖 担心会被殃及驰鱼 30岁的威廉王子真的是心都碎了 被最爱的弟弟哈里频频爆料 几乎快要落泪 事实证明威廉还是很在乎亲情 甚至想要修补兄弟之间的感情 但是每次都是徒劳无功 哈里和梅根《非洲之旅》纪录片播出后 向大众传递出不少负面信号 梅根认为自己在王室过得不好 甚至工作人员有种种族歧视的言论 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 威廉王子接受宫廷机密采访时 向大众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听到弟弟爆料的言论 自己几乎都快哭了 受到了极大的委屈 也对亲情产生了怀疑 王室专家利贝卡英格利西也证实 威廉看了哈里和梅根《非洲之旅》后 情绪的确有些失控 威廉死死盯着屏幕 既有不可思议的震怒 也在担心弟弟的处境 当时的威廉王子红着眼 看起来真的很生气 强忍着泪水没有流下来 格里菲斯女士认为 威廉王子真的快要哭了 整件事情都令人难过 这回哈里和梅根回到王室 参加女王国葬期间 却全场都在秀恩爱 既然已经退出了王室 就不应该有非分之想 但是苏彩克斯公爵夫妇 显然没有这样的觉悟 哈里王子在威斯敏斯特宫 守夜的时候 虽然被允许穿军装 但是却不能佩戴皇家勋章 英国王室内斗不断 威廉和哈里已经反目 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查尔斯允许哈里为女王送行 站在威廉王子的身边 兄弟俩却全程零交流 当戒者的镜头扫过的时候 哈里王子身穿西装 跟温莎家族显得格格不入 离开威斯敏斯特宫的时候 哈里和威廉几乎没有说话 引发了网友的争议 英国国葬举行期间 钱王妃不断地作妖 又是行屈膝礼 又是落泪 直接抢走了凯特王妃的风头 40岁的威廉多次抛出橄榄枝 但是哈里依旧我行我素 彻底伤了哥哥的心 伊丽莎版女王过世后 两兄弟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梅根却成了蓝路虎 威廉王子看完奥普拉访谈的时候 伤心的几乎落泪 菲利普亲王的病情更加加重了不少 哈里不假思索的爆料和抹黑 彻底伤了家人们的心 因此才会集体远离他 哈里王子刚刚回到加州 就表示自己的回忆录会按时出盘 最晚会在圣诞节跟大众见面 里面有很多的爆料性的消息 让威廉王子无比的愤怒 苏塞克斯公爵的行为 简直是亲者痛 愁者快 完全站在王室的对立面 尽管所有人都期待 哈里和威廉的关系可以修复 但是现在看来 只是个美好的愿情 可能根本等不到那一天 国葬期间 威廉竭尽全力 给了哈里足够的台阶 希望双方可以兵士前前 但是梅根夫妇却傲慢无礼 参加温莎城堡外围徒步旅行的时候 甚至直接迟到了45分钟 而且无休止地跟王室提条件 哈里王子遭受种种的不公平待遇 这笔账就算到了威廉的身上 嫉妒和憎恨哥哥 其实威廉也很委屈 作为长子一生下来就拥有继承权 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种种迹象都表明 随着哈里新书即将出盘 整个王室都处于不安的状态 查尔斯新王继位 百废待兴 威廉也需要树立威信 这个时候哈里来搅局 显然就是要颠覆君主制统治 之所以两兄弟关系越来越差 是因为根本利益存在冲突 并且处于无法调和的状态 王室专家凯蒂·尼克尔认为 王室F4的关系会越来越撕裂 甚至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站在哈里王子的角度上 不想永远只当个备胎 尤其威廉王子结婚生子后 自己的王室地位直线下降 威廉作为长兄也很无奈 对待弟弟的诽谤和诋毁 心寒的都快要落泪 最得意的就是梅根 通过王室攫取了巨大的利益 并且还获得了不少光环 尤其生下了两个孩子 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都有了 跟哈里王子的婚姻也更加的稳固 英国王室发生了王位的更铁 查尔斯在伊丽莎版女王去世之后 代替母亲成为了查尔斯三世 这是英国王室在半个多世纪前 就已经确定好的 所以英国人即便是不认为 查尔斯是一个好的国王 但是外界的反应都没有那么强烈 查尔斯也没有为此做太多的应对准备 她一直在准备的是 外界对卡米拉成为王后的反对声音 她想尽了办法去硬腿 不过卡米拉最终发现 戴安娜已经成为了过去 戴安娜的儿子和支持者们 并没有太多的行动 她连自己准备的预案都没有用得上 卡米拉在戴安娜去世之后 进入到了王室 虽然外界一直对她的评价不是很好 查尔斯对卡米拉的感情一直很稳定 卡米拉在进入王室的时候表示 不会挑战戴安娜王妃的地位 她只是想要和查尔斯在一起 她也接受了半妃的头衔 不过谁都明白 卡米拉是想要成为未来的王后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卡米拉一直在忍耐 不论外界和英国王室其他成员如何对待自己 哪怕威廉在白金汉宫旁边树立了戴安娜的头衔 卡米拉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最终她如愿成为了英国王后 她一直担心自己成为王后会受到各方的反对 所以卡米拉也做了很多的准备 卡米拉在出席伊丽莎版女王葬礼的时候 一直在想办法拉近自己和凯特的关系 在很早就开始讨好威廉的三个孩子 这也是卡米拉一直以来的策略 当伊丽莎版女王去世之后 查尔斯和安妮公主是伤心 卡米拉则是紧张 毕竟戴安娜王妃在英国的人气很高 她很担心外界对自己成为王后表示反对 即便是威廉夫妇为了自己的未来不说什么 外界的声音也可能会让她压力很大 毕竟卡米拉要陪着查尔斯去英国各地寻访 卡米拉也做了很多的预案来应对可能的问题 不过最终她发现自己的这些都是徒劳的 因为自己成了王后并没有人反对 或者说网上大量的怀念戴安娜的声音 看起来戴安娜离开太久了 当然卡米拉搞定了威廉夫妇也是一个原因 毕竟戴安娜王妃的儿子都不出头 其他人有什么理由去说三道四呢 如今凯特和卡米拉的关系非常好 两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外界说什么反而会成为笑话 戴安娜成为了过去 卡米拉成功了 外界一直认为戴安娜去世之后 卡米拉进入王室的钥匙已经没有了 但是卡米拉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进入王室的目标 还在大家的质疑声下成为了英国王室的王后 她也开始履行自己作为王后的职责 相比于略显暴躁的查尔斯来说 卡米拉反而是更加平和稳重一些 随着时间的流逝 英国王室已经没有了戴安娜的位置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提醒 只要活得久 一切都有可能被改变 所以这一次对决 戴安娜是最终的失败者 他不仅没有陪着凯特和哈利一起长大 还失去了自己曾经的头衔